第21届台北电影节7月13日 于中山堂举行 此次台北电影节邀请了 林依晨 李心如 陈奕涵 邱泽当颁奖嘉宾 同出席红毯的还有 霍建华 郭书尧 胡雨薇 宋云化 夏雨桥等男神女神 阵容可谓是十分强大 林依晨选择了一条黑白画围 抹胸长裙 大秀美背 知性又迷人 而遥遥则身穿一袭 以白色抹胸纱裙 搭配温卷的长发 笑容甜美可爱 而宋云化和夏雨桥 这两位好似双猫胎一般的女神 在穿搭的配色上 也是被默契地选择了一金一银 彼此对视的瞬间 如果不是衣服的颜色 差点以为是在照镜子 介绍完我们的女神 当然也少不了男神了 霍建华和邱泽两人 都选择了黑色西服 不过霍建华多加了一条领带 老干部的称号 可不是白赖的呀 而呼吁威则身穿一件 黑色格子西服 搭配黑色衬衣 梳着背头 时尚饭满满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电影节颁奖典礼中 影后更是出了双黄蛋 分别是82岁刘尹商 和26岁李毅杰 要说本届电影节最大的影家 纳飞电影 老大人莫属了 不仅拿下了最佳剧情长片奖 最佳摄影奖 更是拿下影帝 和最佳女派角 米谷娱乐整理报道